于天津师范大学 演示戏剧表演专业 18岁才有摩托圈 主要拍摄了一些平面的照片 做过车展主持人 保证视频的主持人 也做过广告公司的AE 在跟聊天的时候 公园人会非常有压力 比较善于人沟通 再加上好这些气氛 不会爆炸我爱每个月份 但是我不会有后期你的工作 王世晴二十五岁天津人 本科天津师范大学 影视戏剧表演专业 大家好 我是王芷芹 福祉的芷芹天的芹 来自天津 今年二十五岁 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 影视戏剧表演专业 有过一些平面拍摄的经验 也做过网络视频主持人 和一些类似AE的工作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现场 我希望找到一份PR公关 或者是总经理助理这样的职位 在场的十二位boss 我希望我会是你们想要的那个他 谢谢 老师你好 你好 学长 谢谢你 来 你的推荐理由 芷芹 是我们天津师大毕业的 因为我也是在天津师大大院里长大的 所以对你有一种亲切感 然后第二呢 他是在之前在天津一个小的公关公司工作 然后做AE非常辛苦 每天早九点到晚九点 一周工作六天 所以这么大的压力下 我相信他从以方如果对到各种甲方公司 应该能够视野 总之就非常允许 所以我推荐你 谢谢老师 先了解一下这位美女 好吧 了解一下 大学期间的坚持有哪些 主要是平面的一些拍摄 还有车展的主持 或者一些年会的主持 这样的工作 我看你还做过模特吗 主要就是平面的拍摄 就是一台的很少 哪种风格的 性感偏多一些 性感 其实我也很想要小青青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人不可勉强 应该发挥自己的天然优势 你把几个性感的pose 我们看一下 跟您搭一下好吗 沐妍你来搭 那也融化 来 我们搭一下 好 我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些 小的性感的pose好了 可能我一会 不感性的 我是说的这种性感的感觉 有个性感的 狂野一点 狂野一点 这还有一句 谢谢老师 来 沐妍 请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我想一想 那个沐妍你都疯乱了 你都疯乱了 你现在表演一个性感的姿势 让他站着 来 这是个好问题 好期待 好心感啊 好心感啊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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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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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身体障碍 那这种性感 有没有尺度呢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我个人是没有尺度的 有奉献精神 有的时候是 旁观者想外 确实有 而且你获奖经理当中 还有世界旅游小姐 天津赛区的亚军 对 算选美吗 算是选美 为什么想去参加这样一个赛事 天津市面 都交到朋友 可能我长得还可以 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公关是吧 对 做什么 在公关公司 做一些类似于AE的工作 也不专业 承担率怎么样 还好 起码我接触过的甲方 大大小小都会和我有所合作 那你承担率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有哪方面的优势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 凭借的可能就是个人魅力 我们先选吧 第一轮选择 去货流 谢谢大家 这是一个毒脸的时代 对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津我有菜 来 我们来看看去不去 这是我刚刚入摩托村的时候 修了吧 拍摄 对 修片了 这大一张 然后下一张 对 这是我最近一次拍摄的 这不是算明明吗 我喜欢这张 这一组片子是我唯一拍过比较清纯的 那是唯一比较清纯的 这个是狂野情 这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帮我拍的 那后来出来效果不是很满意 如果是说你现在有男朋友 男朋友不会吃醋 现在我不会拍了 现在不会 我特别想问一下亚琪 如果从动画的角度 从皮皮鲁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构图怎么样 亚琪其实很专业 他的摄影很专业 对吧 那就好评价 亚琪做的影集 对 因为我拍照片 我的研究方向是拍动物 但是是非人类的 所以他们平常那些动物也都不太穿衣服 但是我也确实觉得这个照片拍的一般 我觉得他把人体的美感凸显得还不够 那我们继续看完吧 还有吗 继续当时 沈美熊 也就右边那个 对对对 还有吗 没了 我都被他迷倒了 不过呢 紫情事件 我觉得刚刚的照片展示都很好 可是作为在求职面试的时候 更想知道你的职场能力 比如说你要应征的这个总经理助理 对 你认为总经理助理有三大特点 比如说这三大特点是什么 我更想知道这些 其实我最想要做的就是公关 是这样子的 助理是第二一项 对 助理是第二一项 你既然知道做公关的话 你今天来这也是在公关我们 可是你在整个才艺展示的时候 你展示一堆人体照片 对 其实我想讲在这个舞台 这是个竞技场 不是个走秀场 而且在整个舞台上 保证你成功的是优点的累积 但是如果你所有的优点 都来自于你的外形 那就只让我们觉得 花蹄还没有内在 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会讲真实的例子 前段时间有一个大学生 到我们公司来实习 那么他说他上一家 那个实习的公司里边 他做BD的工作 为征券公司的老板 始终就是他主动约访他 他始终不答应去见他 但是呢 有一天呢 这些公司老板呢 11点半的时候 给他打电话说 你有时间吗 我们一起来喝酒 他是个女孩 那就拒绝了 他说我现在已经要休息了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拒绝还是会 承拒别的办法 我会拒绝的情况 来吧 由陈浩来扮演一下这个客户 11点半 拒绝他多次 就是你主动过来邀请 那个小玩 小玩我刚下班 你跟我说那事 我现在有点时间 不过时间有点晚了 但是我就这会有空 你来找我来吧 那个一会我好多朋友在 如果人家让你喝别扫兴 不好意思 郑总我今天开车了 因为我现在过去可能 打个车了一会 你求我办事 我求你办事 有那么多事 那我会礼貌性的喝一点 但是我不知道喝太多 是这样 因为明天上午确实还有会 你先打车过去吧 这边了 来晚了 坐坐坐 他迟到了 先啥两杯 两杯两杯就算了吧 一杯一杯 一杯我先干了 大家随意好吧 哇 这你一上来就一杯一干了 接下来你收不了成了 其实我想把刚才那个演示 从两方面点评 我觉得第一个 其实让你做这种演示 情形演示 就是想了解你的公关思路 在整个过程里 你没有讲 公关前的信息准备 比如说我看没看一些方案 对不对 这些方案有什么要点 在这个场合谈 是不是没有办法展示 没有办法用电脑 等等等等等等 跟工作相关的完全没有 是你把它变成了一个 喝酒聊天的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 顺着这个故事 等该往下走 我感觉在你所有的表述里面 可能别人第一时间 一定会更在乎你的美貌 而你自己恰恰也 第一时间更在乎这个 那么接下来 把所有需要谈的事情 重要的 本质的东西 都推到后面了 这是你工作中 一个巨大的障碍 我反倒觉得在工作中 漂亮女孩越忘记自己漂亮 用瘦的状态 用能力的状态去征服别人 这才会真正得到尊重 我们刚才在考验 他公关方面的一些能力的时候 大家伙是比较相对比较失望的 也没做什么准备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一下 助理方面的工作 助理方面的工作 其实我可以考虑 但是我觉得 但主要还是想做公关 你为什么那么想做公关呢 因为会和 我觉得会和我的专业 会擦边 我可不可以这样附黑的 来揣度一下 你是不是真的就想做公关 就是因为自己长得美 就是这种自然天成的条件 差不多是这样子 至少很多问题 没有必要要问了 他对于公关的基础知识 并不甚了解 也没有做太多的准备 他唯独的自信就在于 他的这种所谓的魅力 好吧 那你这个工作的地点有要求吗 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我希望是在天津 北京会考虑 其他的地方要考虑吗 我考虑了 一概不考虑 对 好 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 第二轮选择去回忆 还有六阵灯未经保留 来 我来接下来 咱们最先的打开 来 咱们就这么一开始 你好 芷琴 思美文化是全国时尚里 以及时尚里培训的公司 那我给你预留的岗位 是公关部的专员 那工作地点在北京 商业网是全国最大的 一个留学门户 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来我们资历 在我们市场部 做品牌推广的实习宣 在北京 谢谢 好 谢谢 中生交易集团给你提供的是 一个是我们全国交易中心的 公关专员 另外一个是 我们投资部的公关专员 两个方向 地点是北京 北京天津 好的 敏芳 他们这一个你提供的岗位 是全国交易中心的 招商部助理 其实我觉得你本人 速转的站真的是不错 其实我想说的是 作为你这样素质的女孩子 不要过多的留恋 这种凭本能天赋 而获得的低水准的成功 而应该去不断地补充自己 然后追求更高level的 一种被尊重被认可 好 明白 谢谢 你看你尹芬姐 就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最好点 东军 对于你来说 也就是一个职场小白 还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很多专业知识 你并没有学习过 那我们给你的岗位呢 两个岗位供你选择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 全球最完美的钻石 蓝色火焰 它需要一个公关专员 那另外一个呢 可能对你来说 也会比较感兴趣 就是通灵珠宝的影视公关 我们需要有公关人员 把我们的产品植入到这里面去 一家手机量 我们现在在 我们的PI群在北京 所以我们现在也正在招一个公关 那我就从小白开始做起 就做公关助理 我找一个人带你 地点就在北京 灭掉四掌 留下两掌 回到这 请 oh my gosh 还有一阵 他会走向谁呢 林总 就非常想去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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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有请陈昊 中军参前部长感情 真的是男老板里面 见到美女最容易兴奋的两个人 都被你留下了 你说一下 为什么会留下他们 因为我觉得 我个人非常喜欢陈昊 陈总 因为他给我的建议 都是非常的细节 细节化 就是让我知道 该一步一步怎么进步 然后而且他在天津 也有工作的地点 那沈总刚刚提的这个 影视类的公关 我个人非常感兴趣 因为跟我的专业三观 可能我从学习 上手也好 会比较容易 学好了吗 学好了 学好了 请接下 五千加 六千加 有关于你想问的问题 赶快抓紧时间 问两位老板 没有什么 确定了 15秒钟 请考虑 请考虑 优胜教育 通灵主宝 或者是谢谢再见 我选择优胜教育 爆发 为什么 技术 那边 都没有 什么 我遇到